我們來講解這個題目 老師先把圓心找出來 圓心在這裡 所以他身是四個 寬也是四個 所以他這個圓心在這裡 因為老師 這裡就沒有了 因為老師是先圓虎後直線 所以一定要先把圓心找出來 好 因為老師要讓你看得清楚 所以我用紅筆來畫 好 其他沒有圓形結束部分 這個圓形基本上都不會很難 嗯 好 所以這一條線會跟這裡重疊啊 好 這一條線跟這裡同疊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 所以這裡 對不起 好 這裡 這一 這一 這一圈 基本上 看的時候 它是一個水平線 好 所以它 這裡 延伸下來 這裡要虛線 這裡延伸下來 這裡要虛線 好 好 所以 基本上 是這樣子 好 是四個 對不對 好 三個 所以這裡有虛線 嗯 嗯 這邊 嗯 這邊 一樣有虛線 嗯 這裡四個 好 下來 好 好 檢查一下有沒有 遺漏任何線 好 好 再來 中心線 好 我用藍色的筆是讓同學看得比較清楚哦 好 超出去物體2到3mm 哈 這邊 這邊的結構是在這裡 這裡是在這裡 好 所以基本上 檢查一下 好 OK